VBA就是刚刚 类似我把刚刚的这一个 把它变化成VBA的写法 那基本上呢 做出来的结果 是会是一模一样的 那也我把它分成四个按钮 但你最后你也可以怎么错都没关系 你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按钮或两个按钮都OK 那我把最后的结果清除掉 恢复 那一先按一下它 可以帮我怎么样 把99%的代表变出来 那程式呢 只有五行 一个是for I 等于一到九 for J 等于一到九 然后呢 Sales 的 I 加一 因为我们是向下一列 跟向右一栏 所以你要加一 等于什么呢 后面这个东西 I 跟 J 把它拼凑在一起的东西放进来 那格式化的话呢 就是当我跑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这个 I 跟 J 相等的话 那帮我把它的底色换成什么呢 黄色 有印象吧 有没有 我们有讲过哦 那只需要做一个逻辑判断 如果 I 等于 J 的话 就做格式化 另外一边是当 I 加 J 等于 10 的时候 再做另外的格式 那那个格式是橘色 黄色比较 RGB 是 25250 那这个橘色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 去这边查一下颜色 这个橘色的话应该是这一个吧 你可以查一下 就这三个颜色 放上就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程式真的不复杂 就是我刚刚讲的 这个按钮里面呢 基本上程式呢 就是 for I 等于 1 到 9 for J 等于 1 到 9 就这样而已哦 那只是说呢 我要输出到哪一个储存格写前面 那这个地方必须要把 I 加 1 跟 J 加 为什么呢 因为我输出的话 你会发现到 我并不是说从这个储存格开始输出 而是从这个储存格 有没有 那这个 I 跟 J 就会多 1 如果你没有多 1 的话 它输出的位置就不对了 应该可以懂的意思啊 这个这个 sales 指的是输出到哪个储存格 那输出里面的东西 基本上呢 就跟刚刚一样了 I 串接一个 X 一个 J 然后串接一个等于 最后相乘的结果 就这样而已 这个应该我想 刚刚做的有点点类似 比较像什么 Column 跟 Rho 有没有 Column Rho 那这个应该是比较像 那不过这个好像输出结果 应该我写错了 应该是这样才对 这个应该是 J 是 蓝 I 是 烈 所以应该是 先 Column 在 Rho 才对 如果按照我们刚刚逻辑的话 那这两个相乘应该比较没关系啦 那底下的话 这个也把它改一下 J 乘上 I 才对 两个颠倒 结果应该 应该是不是一样 我改一下好了 逻辑上 这个改一下 那底下的话 格式 如果要当 I 等于 J 的时候 所以其实我这边只有 加三行程式 就是一个逻辑判 这个应该也不陌称啦 If I 等于 J 你知道吗 底下这个部分 才会去执行 执行什么呢 就是它的底色 Intro Color 等于 RGB 255 250 就是黄色的 所以执行这一行的话呢 它就会帮我把它画成黄色的 把它先清掉 先清除 然后这边 其实这个因为有跑 所以它也是会 当它相等的时候 它就会去做这件事情 橘子色的话 就是格式2 这个地方 我只是把刚刚那个 RGB 的颜色放进来 然后就是对角线 也把它画一下 它就会自动帮我输出了 那最后清除的话 我前面好像有讲过 如果你要清除的话 你可以不一定要用 Fore 你不一定要储存格 一个慢慢清除 那我这边是改成什么 改成用Range Range从 B2 这个储存格 一直到什么呢 到J的这个J10 所以我把范围告诉他 那我先怎么样 先清除里面的资料 再把底色变成没有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当然执行结果就是先清掉 然后底色的颜色把它拿掉 就完成我刚刚讲的 那这个完成的程式 给各位参考了 因为这个有些同学 可能对这个还不见得 马上可以完全吸收 那我也把刚刚那个四个按钮里面的程式 放在云端上面 那刚刚好像有改这个这三个嘛 那我所以我把它再稍微修改一下 那基本上 我怎么样把它放在云端上面呢 其实第一个 我把程式写完之后 第二个我把它贴在云端上面 不贴上去 基本上它颜色会单一 后来我有做一件事情 就把颜色改成像这样彩色 那把它改成彩色 怎么改 一个慢慢改 这个改一个颜色 不要啦开玩笑 怎么可能 这改这么多云端的东西 我怎么可能 后来我发现一个很棒的东西 第一个先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第二个的话 去找那个Google里面有外挂 那外挂我想说 可以让那个 我的程式变漂亮的话 那我就去在那个取得外挂这边 它有个取得外挂 取得外挂 我不知道要搜寻什么 我就搜寻call call就是那个程式嘛 后来的话Enter 我在找有没有相关外挂 后来我就看到有个叫做什么呢 叫做Pretty 这边有个call pretty pretty就漂亮嘛 call pretty 很棒 call pretty 我想说 这应该是我要的 我就把它安装了 安装完之后 那我就想说试试看 因为装完之后 这边有个外挂 我就把它选起来 然后程式这边有个call pretty 然后把它format format 格式化什么 selection 就是选取的那个范围 然后我就按下去 后来它会执行中 然后就帮我怎么样呢 把我这个范围里面的程式 瞬间就变成 就是你们在VBA里面看到那个颜色 这样很方便 所以我很多地方程式就这样 贴上去call pretty一下 马上呢 所以放在这里还蛮方便的 为什么因为以后 我连我自己有时候程式写过都忘记了 我也可以回到这边看一下 最简单就把它复制贴来改最快了 所以其实也是一种整理你的程式码的一个好方法 甚至这个我觉得好处是甚至未来你也可以共用 比如说你也可以跟别人 像我也是分享在云端 你们可以看到 那甚至它也可以怎么样 除了可以看之外 你也可以共用给其他人 甚至可以一起编辑 它也可以加一点东西 只是我现在没有把这个开放出来 就会想说未来如果你们有写的东西 你也可以把它贴上来 只是说目前好像这个机制还没有那么成熟 我怕贴的大家变得很混乱 所以还没有开放 未来其实如果你们用熟了之后 这个可以这样做 OK好那请各位试一下 总共会有四个按钮 那程式我刚刚有用到一个取得外挂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自己玩玩看 额外跟各位介绍一下这个 这个是Google的那个文件里面的功能 它里面有蛮多外挂可以用的 其实这些外挂也是用程式写出来的 像我们现在用VBA是用那个Visual Basic的语法写的 那那个Google的是用类似JavaScript 它叫做一个名称叫APP的AppScript 它有自己的一套程式语法 它比较接近像JavaScript 所以其实如果将来 你要能够再写其他东西 我想至少你要还是先把VBA学好 因为这时候基础很多程式相通的 如果你能够把一个学好 再去学第二个的话 相对的还是会比较简单一些些 另外当然如果已经有人写好 像刚刚Copretty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挂上来 所以未来如果你会写相关的程式的话 我想也可以再延伸出去 现在比较方的像Java或者像什么Python 或者像R这些东西 如果你会的话 其实你的行情自然当然就水涨船高了 其实就增压自己的专业技能的一种好方法 很多东西老板可以剥夺你的时间 但是没办法剥夺你的专业 所以你专业能力越强的话 其实当然你的机会也越多 因为我认识蛮多同学 学完之后 他慢慢还可以比较有机会怎么样 骑女招马 所以私底下慢慢去面试之类的 还会多很多机会 那请各位试一下 把刚刚我提到那个有四个按钮 就是99层爬表 还有黄色的 橘色的清除格式 咯 穩有